一日前政府宣布准备成立由政府独知的轻轨公司 全权管理轻轨项目 不过轻轨公司和取得轻轨运营权的港铁澳门 两间公司的关系和责任仍然未明 立法会议员欧锦辛就认为 政府是想以轻轨公司来监管港铁澳门的运营 澳门轻轨通车在职 政府准备成立轻轨公司 全权负责轻轨的管理营运 但对于去年同样取得轻轨运营权的港铁澳门 政府仍然未公布两间公司之间的关系 以及轻轨运营的责任归属 立法会议员欧锦辛认为 政府应该是想以轻轨公司监管港铁的营运 但他质疑轻轨公司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监管经验丰富的港铁 轻轨公司它是负责监管港铁营运 如果港铁营运出现问题的时候 责任一定在港铁 但轻轨公司能不能及时发现 能不能及时发现 指出问题去纠正它和要求它改善 这个才是关键 而对于运建办解散后 成员可以选择到轻轨公司继续参与轻轨项目 欧锦辛表示 虽然运建办成员对轻轨的熟悉 有助轻轨公司走上正轨 但同时也意味过去运建办的问题 有可能在轻轨公司再次发生 根本上那个构思就是将这个运建办改组成为一个新的轻轨公司 你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 所以运建办存在的问题 未来轻轨公司是一定无可避免地存在的 现在大家可能在市民眼中都一塌糊涂了 在这里鸡毛鸭血了 问题就是未来未来亦都是这样 我觉得看不到有很大的改进 另外欧锦辛亦都表示 轻轨公司正式成立后 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 也都应该要研究澳门短以及其他的路线规划 不可以再继续拖得就拖 任由轻轨八百浪费 我是记者李俊杰梁家杰澳门报道